大家好,今天以及未来一周,台湾附近盛行的风场大致是以东北风为主 而今天迎风面的水气略为多一些些,到了明天开始略为减少 在西半部大致都可以维持多云道前的天气 本周到下周要稍微留意的,也就是在下周三之后 随着台湾南边的低压带逐渐的北台 台湾附近转为低压带的环境会有一些水气增多的情形 那届时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中秋廉价的天气 我们先来看到目前台湾附近的天气现况 从卫星云图上面可以看到,今天台湾附近的其实上空的云气大致都不太多 不过以这种偏东北东到偏东风的影响之下 我们在东半部的外海会有一些局部的一些对流发展 那造成我们在北部以及东半部今天凌迟到目前为止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 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整体的降雨呢 其实对陆地的影响并不太大 不过在蓝雨绿岛还有在东半部以及北海岸 大台北山区这一带呢都有些零零星星的短暂震雨 所以从目前为止整体今天的累积雨量就可以发现 主要的降雨呢在北海岸还有东北部的这一带 有局部比较明显一些些 那整体的累积的雨量呢比较大有来到30毫米以上 那今天这种银封面的零星的降雨还是会持续 不过从明天开始这种银封面的水气会比较减少一些 那至于我们在未来一周整体的整个天气的变化形式呢 我们可以先从今天的清晨的分析图上可以看到 今天北方呢是有一道封面比较偏北的通过 后方也有一波高压在东移 不过呢因为这整体的位置都比较偏北一些 所以其实对台湾的影响并不大 但是我们在影封面这一带呢 其实从昨天晚间到今天清晨为止呢 是环境上面略微转步稳定一些些 有一些局部的降雨出现 那至于呢在南海到菲律宾的东方海面 是逐渐呢有一个大抵押带的行程 而抵押带的边缘可以看到都有一些热带的云促在发展 所以说呢在本周到下周的中后期开始 这个抵押带的发展以及它稍微北台之下呢 会比较影响到台湾附近 那也是要留意后期在抵押带当中的整体热带系统的发展 而至于在未来一周整体的天气的形势 可以看到我们在周日到周一左右 台湾附近大致还是维持一个偏向东北东风的环境 不过影封面的水期是比较减少一些的 到下周二开始呢可以看到 在东方在菲律宾的东方以及南海这一带的低气压 是逐渐的在发展 那台湾附近的风场呢 整体的东北风也会在之后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 这主要是由于从周三开始一直到后期 整体的迪阿带是比较接近到台湾附近的 那可以看到才从周三之后呢 整体的风场大致都是受到迪阿带接近的影响 所以是一个比较偏向东北风的形势 那在迎风面这一带的水汽会比较增多一些 那甚至在南海这附近的低气压 如果说有一些水汽北移的话 也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 所以说呢在整体的降雨的趋势方面 我们先看到今年两天的降雨趋势 在今天白天来讲的话 其实呢整体在西半部的这一带平地 在上午都还是维持多云稻情的天气 主要是以午后雷震雨的天气为主 那可以看到迎风面的降雨呢 主要是在大台北还有东半部的这一带 那我们午后雷震雨的部分呢 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 局部还是会有一些稍微明显一点的雨势 也提醒大家要留意 那至于在晚间整体午后的降雨都比较明显消散 不过东半部还是持续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震雨 至于到了明天周日呢 刚才所提到的在迎风面的水汽率会减少一些些 主要的降雨转为比较零星 而在中南部这一带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雷震雨 至于在后续一周的天气变化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一周二左右呢 整体台湾附近的水汽还不太多 那大致上呢 迎风面的大台北和东半部是一些零星震雨的几率 那在中南部这一带是属于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不过稍微留意在我们周一晚间到周二左右 南边会稍微有一些水汽增多的情形 所以在清晨以及清晨夜晚到这段期间呢 我们中南部可能会有些零星的震雨出现 那至于在周三到周五左右 随着第二带的接近 台湾附近的水汽增多 所以可以看到在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这一带 整天会有些零星不定时的震雨出现 那至于在中南部 目前看起来还是可以维持以午后震雨的情形为主 那其他时间的雨量稍微增多一些 不过呢到时候在中南部这一带是不是有一些 不只是午后的这种降雨呢 那也要看到时候台湾附近水汽增多的情形而定 那所以说呢总结我们在未来一周整体要留意的部分 我们其实在西半部这一带呢 大致上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晴朗以及炎热的时候 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晒防中暑 我们在西半部这一带的高温呢 大致都可以来到33到35度左右 那局部呢像是晋山区河谷这一带呢 可能也局部有36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还是要留意这种高温的情形 那至于在东北风的影响之下 北部沿海还有恒春以及金门马祖附近 可能会有一些较强阵风 前往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安全 那至于在未来一周呢比较大的变数 就是属于我们在周三之后 第二带接近台湾附近的情形 除了带来比较多的水汽之外呢 第二带也是一个适合热带系统发展的环境 所以说届时是不是有一些热带系统发展起来 造成天气上面有比较大的变数 这部分气象局还会在持续 气象署会持续的观察 也提供大家最新的资讯 那以上就是今天上午的天气说明 字幕志愿者 发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充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